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可能對黎青龍這個名字比較陌生 但如果我描述他日常的衣著 大家一定會有很深刻的印象 他是在香港大學的醫學院做教授 他是一個肝臟的專家 權威 他日常會穿鮮艷顏色的西裝 全部都配好了 譬如是鮮黃色 他的褲也是鮮黃色 衣衣也是鮮黃色 連口罩也是鮮黃色 黎青龍教授 他是肝臟的權威 亦相當感然 雖然低調 但在很多的社會事件裏面 他都有發言 都有表達自己的看法 表達自己的意見 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是敢言低調而溫和的人 他今年是72歲 他在香港大學任教 已經在港大 已經做了半個世紀 即是五十年的老師 教授 是一位肝臟的專家 世界級 他消息傳來 說他申請續約 不過被大學的輪選及晉升委員會 否決了 即是說他還有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三個多月到六月的時候 他約滿不能夠再擔任兼職教授 他被炒 又說續約不成 和四個政府抗疫的顧問 其中一個是日本人 在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福田敬義 不獲續約的命運是一樣的 發生了什麼事呢 先說他一些背景 最近我看過一個訪問 他的鏗槍雪是很精彩的 就說他十六歲的時候 就已經入港大的醫學院 神童來的 知有兒童 黎青龍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會開始有點熟悉了 如果說余黎青萍 可能大家會明白是誰 他是余黎青萍的妹 但是余黎青萍 大家知道在港京政府 特區政府裏面做事 很建制 但是黎青龍就說 跟他姐姐沒什麼話 如果你說他兩子弟 那就知道黎青龍是什麼人 他十六歲就入港大的醫學院 七一年就已經做內科學系做事 做到現在就是半個世紀 但是他拿不到這個 港大的五十年長期服務長 因為他七十歲那一年 就要按照這個規定 要正式退休 就轉做兼職教授 他願意繼續這樣做 他又不是離開香港 又不是移民 月薪有二十幾萬 但兼職教授就減到五萬 他繼續去做 結果就有二十四個月 即是兩年的合約 到今年六月這個合約就奇滿了 但是兼職教授就一般是這樣說的 是沒有年齡限制 也都沒有學術上面的成就要求 教授就要有年齡限制之外 也都需要你每年要出產幾多篇論文 在國際權威的學術期刊那裡刊登 如果你沒有的話 對不起就包包 拜拜 兼職教授找你的目的就是 香港都是很糟的 香港有很多大學 六十歲就一定要你走的 如果你很有學術成就 你可以延期一段短短的時間 都不會很長的 教授不是球員 教授到你年紀大約的時候 就正正你累積的學術經驗 教書的成就等等 就相當豐富 但是sharp cut要走 能夠延遲都有一段很長的 短短可能一年兩年的時間 那就沒有了 這個媒體接獲消息說 港大醫學院近日按照既定程序 向校方推薦黎青龍教授 逐一 但是被學校輪轉及中心委員會 就否決了 否決了之後 兼職教授都不讓他做 本來是正式教授 後來就是兼職教授都不讓他做 但是一般的情況 校方就會有 可不可以讓一個榮譽教授他做 榮譽教授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可能會知道一點的薪水 在學校裏面有一間房子 讓你繼續在這裏 可能會教一兩節一兩堂的書 是很清閒的 為什麼要留住人才 要將這個國際知名的權威 留在學校裏面 譬如說有些其他的後輩可以請教他 某程度上都是禮遇他 因為他對港大貢獻了這麼長的時間 有很多學校其他學校 本地學校也好外國學校也好 都有這個榮譽教授的職涵 但是校方是沒有任何方案 玩流黎青龍 醫學院就拒戰他做榮譽教授 但是最後結果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是要由這個 輪轉及晉升委員會去批准 但是最後都可能會被否決被攔截 異行制度下 校方的回應就是 研究榮譽教授的程序 通常在教授臨近退休的時候才開始 黎青龍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很感言的人 我自己聽到他的訪問 看到他的行動都很感言 他在2013年開始是三次申請現任 2019年去到七十歲 沒辦法了 那就兼職 這位教授 我想是得罪了特區政府很多的權貴 包括得罪了大陸的高層 他們都心領神會 不能讓這個人留下 最主要是批評政府不肯封關 導致武肺不能斷尾 這是第一 這是跟政府那些 支持政府那些抗疫的顧問 是很不同的 他們是不法一言的 他們是很低調的 什麼都不說的 黎青龍教授以一個肝臟的權威 走出來說 你不封關 封關就令到疫症不能斷尾 斬釘切鐵清脆利落說得很清楚 第二 有幾千個醫護 包括港大的醫學生 去靜企 墨站 要求封關 和醫護罷工要求封關 那麗青龍 作為這個港大醫學院的教授 他當然是支持自己的 這個弟子 他也從一個良心的角度出發 於是他是延伸在醫管局員工陣線的街站那裏 聲援 事後更呼籲政府不要秋後算帳 呼籲政府不要秋後算帳 這番說話 我覺得肯定是會觸動到當權者的神經 他在這個鏗槍說裏面的訪問 亦都說得很坦白 那個訪問是2020年9月 差不多半年前 大家在YouTube會看得翻 很好看的 這個訪問就是 在什麽時間做的呢 其實是林鄭去抨擊一些 那些所謂的專家 反對全民檢測 那些專家 令到某些專家 每天都接受媒體的訪問 都怕了上來 暫時就封咪不說話 他就接受這個鏗槍說訪問的時候 就說對政府 堅決不肯封關感到沮喪 亦都說你知道的 那個人很硬頸 我覺得已經很溫和 說他很硬頸 即是說林鄭 林鄭就是 我說對那些就對 我說對那些就會做 我說錯那些一定是不做的 他說認為當下的香港政治局勢 很多人有口難言 跟電影孤星類好像 大家記不記得那套電影 孤星類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聽不聽到人民在歌唱 在唱歌 發出他們的呼號 他說 如果不怕政治的話 會繼續說很多話 不過我怕被消失 肯昌雪這個訪問 一開始的時候 對於疫情爆發 初期已經感到很沮喪 不知道現在全民檢測 是否有效控制疫情 為何我們不早點封關 第三波更慘 但可能接到訪問的時候 他不知道有第四波 第四波更慘 其實 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當然是沮喪 他站在街上支援 在馬尼醫院支援 這個員工陣線罷工 聲援他們 就說 你知道阿太很硬頸 沒有其他辦法 你知道個人多硬頸 我叫他吊頸 但條頸太硬了 你這樣說 真是 真是很小器 你真的會隨時出事 接著訪問的時候 也有這樣說 他說 他說做醫生要擁有知識 以及擁有同理心 一樣重要 他說做醫生 應該跟政治無關 不過 如果今天政治要侵犯到醫學專業的話 沒有辦法 他擔不擔心被政治干預 他說 如果不是就會說很多話 接著他就說 現在的情況 是有口難言 跟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孤聲淚 第一句 就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正好 他呼籲大家繼續做自己認為正確 和對得住良心的事 就是一個人 堅持做一些正確和對得住良心的事 最後的下場 他已經算好了 就是不禍做藥 即是他的人 你聽到訪問 雖然已經是72歲 現在72歲 很多人說已經是老翁 62歲已經是老翁 即是我是老翁 72歲更加是老老翁 但他那個精神狀態 那個健康狀態 非常合理 很合理 我相信他做這些 站在這裏 十個八個小時做手術 也沒有大問題 很合理的狀態 即使不做也好 不要緊 他教學生 即使是教一兩科也好 學生就會獲益不淺 一樣會獲益不淺 他經驗極度豐富 無論是教學經驗 無論是臨床經驗 都極度豐富 全世界都覺得這一類人 是一個資產 絕對不是一個負債 何況他兼職教授 只有五皮一個月 你在哪裡找一個肝臟權威 五萬元一個月 給他 現在二話不說 對不起你夠了 七十歲延任 到七十二歲 你就要拜拜 就走了 雖然可能黎青龍 如果是能夠其他學院 即是外國的招手 我想大把地方可以去 但是我自己看他 平日的言論 對香港的感情很深厚 十六歲已經讀醫學院 然後1971年已經進入大學 做內科學系的工作 一直做 到現在已經整整超過五十年 其實對香港對港大 感情非常深厚 每一個學術機構 對這類人應該是真愛有加 而不是將他們掃地出門 不過沒有辦法 正如我在不同的片段說 為何每一個領域 每一個範疇 在香港 都是逐一逐一沉淪和陷落 這些香港大學也好 香港電台也好 或者其他教育機構也好 政黨也好 媒體也好 其實全部都是香港的政治的縮影 當香港的各個領域被整縮的時候 被整頓的時候 公務員 其他媒體的機構 逐一擊破的時候 香港電台能夠行免嗎 不能夠 出事是遲劃了的事 多慘烈是遲劃了的事 沒有人知道最後會發生什麼事 你黎青龍批評政府的政策 而且高調走出來 不單止你穿衣服高調 顏色高調 你個人說話都很高調 又說他硬頸 調頸 調頸很硬 你這樣說 你又為罷工的醫護 去站街站 去鼓勵他們 呼籲不要秋後算帳 你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你做這些事情 就是犯了權貴的大忌 幾乎一定會被動 在康大學被動的教授 不止你黎青龍 我會說黎青龍 是最無殺傷力 最溫和 最不政治 他都是以事論事 所以今後香港的學術界 我想都要走一個 指紅不尊的道路 無論你是多專家 無論你是多權威 什麼都好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反動學術權威 為什麼會是反動學術權威呢 就要求這些學術權威 在政治上要配合主流的路線 配合毛主席的路線 否則你不是配合它的話 就變成反動學術權威 你在國際上幾知名都好 幾個學術成就都好 對不起 你要靠邊站要入牛棚 你要被鬥 你今天可能這班學者 暫時未有這樣的慘況 慘狀出現的 還未那麼慘烈 但你便沒得做 對於黎教授來說 72歲人 做和不做 其實 如果在生活上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分別 叫做上岸 找舊了 但作為一個在香港大學 已經超過五十年 他的圖理滿門 他的學子 他的徒弟 多到不得了 在香港醫學界裡面 他也是以傳授自己的經驗 作為己任 作為一生人的目標 這位仍然是可以行得走得 精力充沛的一位教授來說 剝奪了他能夠在大學裡面 教書的權利 其實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折磨 問題在哪裏 問題不是他學術成就不夠 問題不是他不夠權威 問題不是他不夠專家 因為說太多的東西 說太多當權者不適合聽的話 說太多令到當權者感到 刺刺在背後的說話 即是他今後什麼人才能上位呢 無論你是什麼領域的 你社會科學的 法律的 醫學的 這個物理的地理的什麼都好 你說的東西出來 一定要配合總路線 一定要配合主旋律 你就有機會上位了 說大很多這些人 同樣是醫學專家 肝臟的專家 當然這是肝臟移植的專家 勞重謀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譬如以前做過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李國章 當然他不是大學教 他是大學裡面的教務委員會的重要人物 這些就可以上位了 不單在大學裡面上位 在整個香港裡面都上位 因為他說的主旋律的話 他譴責學生 大家很近似 什麼人才可以掌取權 什麼人才受到當權者的重行 就是因為他需要和當權者同聲同氣 你只要稍微有些不同的意見 你就會被趕走 我也是用那個分析方法 就是說香港的剎車系統是逐一被破壞 如果我說剎車系統 大家可能覺得很抽象 黎聰龍教授的感言就是剎車系統 當當權者出來說這件事 說那件事的時候 又說沒有必要封關 又是什麼所謂專家 有一個人出來說 跟他在學術上你不夠他厲害 在民意上可能你的支持度也不夠大 我就跟你唱反調 我就要你封關 雖然你最後還是不聽 但是起碼香港社會有一種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聲音就是剎車系統 儘管那個車 一樣是飛得很快 一定是向前走似乎不想停下來 但是有些人喝著 是不是都給社會聽一聽 給某些官員聽一聽 是的 隨時會中落懸崖 是不是開慢一點會好些呢 但是現在特區政府 是將每一個領域每一個範疇的剎車系統 全面破壞 這個就是香港可怕的地方 現在我們看不到 暫時是看不到一些 有些什麼大問題 黑暴又完了 疫症好像受到控制了 好像向前面美好的未來賣進 有些事情不是看一年兩年 長遠的香港 這種沉淪是不能回頭的 我們看得很清楚 一葉知秋 一位黎青龍教授 可能對香港人來說 沒什麼所謂 你沒得混就沒得混 但是對整體香港來說 就會看到那個未來 是走向黑暗 而不是走向光明 影片講到這裡 我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靜可貝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集 例如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一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